我們進到這個任務裡面的第四個這個去背的 那我們先給老師看一下 就是其實去背可以用在哪裡 簡報裡面對不對 影片有沒有需要去背 有 各位不要忘記我們3D4H 這個如果你要這個形狀要不要去背 去背效果是不是更好 你更好敲 那所以呢你可以利用這個雲端的服務 以往我們要做這種去背很難 現在呢很難過 因為五秒鐘就好 來來來 這裡呢其實他現在也可以去背物品 我寫了三篇文上介紹 他最近還有新的 還可以變成單一軟體做批示的 那我們不管他就從這邊進來 這樣點進來 那我可以徵求一下 有沒有老師願意來前面一下 有沒有 真的都沒有 有沒有老師可以願意來一下 沒有我只能用這種工具的 只能用這個 凱婷老師 凱婷老師有來嗎 有有有 可以可以來前面 可以可以可以 阿你有沒有要找partner 有沒有需要 這這位老師呢 有來嗎 喔來來兩個一起來 好的 來來來來 我們馬上換一下 這個 我換一下解析度 我們放好一點的 好OKOK來來兩位老師請 請進請進 看得到人就可以了 鏡頭幾家 一定要這麼嚴肅嗎 哈哈哈哈 好預備 好這樣子 可以嗎 可以啦齁 好好好 馬上就拍照了有沒有 好我們存起來 OK 因為這樣子用自己的 比較有感覺 那我問一下老師 如果像這個你要去背 他有兩種 一個是從自己的電腦上傳圖片 一個就是如果 已經在網路上傳 你可以用網址 好那我現在在電腦上 我就點一下 好找到他 放上去 他現在連車子都可以去背 你有沒有發現 這樣可以嗎 還好啦齁 太快了齁 還要再一次嗎 哈哈哈哈 你看看 我們以後怎麼生存 哈哈 這AI的啊 所以 你如果做好了 我跟你講 不是只有這樣子喔 這裡可以編輯 萬一你覺得他沒有去背好了 可以來這邊 橡皮擦 甚至還原 有沒有 這裡 還可以 哪裡不OK可以還原 那我N度一下 你看N度也有了 然後呢 馬上換一個顏色試一下 有沒有 可以檢查一下 好馬上出去外面玩一下 這樣可以接受嗎 對不對 甚至你自己電腦照片就傳上去就好了 那但是我們不要 我們要去背的有沒有 這樣子 我就把它儲存起來 Safe囉 好 然後呢 他在存檔 有沒有 就存到下面來了 這樣就可以 你就可以拿到這邊來敲囉 所以如果我要敲上面的 找上面的圖片 再增加一張 不在這裡 在下載這裡 因為這樣我們要敲比較好敲 對不對 好 進來了 但是老師要知道喔 你只有外型會出來喔 你的人是不會出來的喔 呵呵呵 只有外型 好 拉過來一點 OK 敲一下 敲 敲 所以老師要做剪影有沒有簡單的 嗯 會的齁 做剪影就這樣 給他敲 敲 所以 老師不用難過齁 看不出來你是誰的 呵呵呵 我只要你的外型而已 這樣老師有沒有發現 我們就可以做很多變化了 好 弄掉 但是人不要讓他掉下去對不對 把這個 插插 這樣有沒有就外型了 OK 所以以後就可以來猜猜這是誰 好 所以這個雲端服務大家真的要會 好 真的要會用 因為真的好用 那麼他下載的這個呢 您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要下載 預設的話 都是比較小尺寸的 好 如果你要中尺寸的 這一種的 你可以免費帳號註冊 他等於說 你要更高的也可以喔 只是那是屬於付費的 好 那這個呢 你要用這個的話 中等的你要先註冊個帳號 好 註冊個帳號之後 你就五個扣打 可以去下載 那不夠的 你應該知道 你不是真心的 我們剛好介紹過那個關鍵字 你應該知道啦 知道意思了 OK 來 所以讓大家試一下 所以你剛剛找的圖片 如果你覺得 太複雜了 你用這個方式試看看 他基本上去人效果都很好 那去物品的話 盡量背景單純一點 就比較有機會成功 但有沒有機會不成功 有 還是有機會不成功的 但是呢 至少他可以完成大部分 完成大部分 那就給老師稍微玩一下囉